妹妹勾引姐夫被抓,姐姐却大度地宽容了妹妹,姐姐多次向妹妹借钱,妹妹终于明白了姐姐的阴谋,带着女儿多次逃亡,却都被姐姐找到,姐姐生物之下,用手里的物证对妹妹进行人格侮辱,妹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终于拿起了法律武器。 进去收听本期的拍摄故事,姐姐的阴谋 2002年年初,27岁的邵文玉搬到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附近一栋居民楼的一楼住下,与他同住在三楼的谢小燕,同在一个商场做邪帽生意,两人交往甚家,经常互诉拿手饭菜, 后来两人又以姐妹相称。 谢小燕的丈夫,孟宏伟,在健身房当教练,长得高大魁梧。 邵文玉没事就去谢小燕家坐坐,看着魁梧的孟宏伟,想起自己的丈夫瘦弱的一阵风都能刮倒。 他想着眼前这个男人,不由得俊俏的脸蛋微微发烫,眼神中也多了些许少妇的柔情。 开始时,孟宏伟出于礼貌,热情地招待邵文玉,但每次看到他眼神那样火辣,再想起妻子的蛮横性格和肥硕的腰身,便暗叹自己没有好命,没娶到像邵文玉那样娇美贤惠的妻子。 两人的眼神瞬间碰撞,随即立刻移开,心里都掀起了波澜。 邵文玉的频繁光顾,引起了谢小燕夫妻间的争吵,夫妻俩进入冷战状态。 谢小燕委婉地劝邵文玉, 哎呀,我和孟宏伟总吵架,怕照顾不好你,你就别来我家了。 邵文玉握着谢小燕的手, 姐呀,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个人在你们俩之间说和呀。 2002年10月中旬,邵文玉听到谢小燕夫妻俩又大吵起来,她赶紧过去。 姐姐累了一天,你当丈夫的连饭都不做,对吗? 本来就得理不让人的谢小燕加大了嗓儿。 邵文玉转过头来, 哎呀,姐夫也不容易呀,姐姐你起早贪黑,家里家外都是姐夫忙活着,她也够累的了,你也要体谅她呀。 双方都觉得有理,结果吵得更凶。 邵文玉借口回家给孩子做饭走后,谢小燕与孟宏伟由争吵发展到摔东西,孟宏伟在盛怒之下打了谢小燕一巴掌,谢小燕带着儿子跑回了娘去。 这一切被楼下站在沙窗后的邵文玉听得一清二楚,他来到谢家,紧挨着孟宏伟坐下,装作关心的样子询问原因。 孟宏伟的赌气说道, 他怀我和你。 邵文玉娇媚地笑起来,轻轻抚摸着孟宏伟的手。 为什么呀?你告诉我呀。 他向孟宏伟身上靠了过去,孟宏伟刚想站起来,却被邵文玉抱住,摔倒在沙发上。 邵文玉把整个身子压在他身上,孟宏伟惊得急忙说, 别这样。 他想推开邵文玉,结果就碰到了他富有弹性的胸部。 邵文玉将他抱得更紧了,用白皙娇嫩的脸蛋蹭着孟宏伟的脸。 他不是怀疑你和我吗? 我,我就是要做他这边有的事。 你怕了吗? 胆小鬼? 孟宏伟再控制不住自己了,两个人紧紧搂在一起。 邵文玉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满足。 孟宏伟却悔恨地抱着头坐在一旁。 邵文玉温情地看着他。 哎,我们这时互相需要,不用负什么责任。 要是这件事传出去,对谁都不好。 你把你老爸接回来,以免他对你起疑心。 孟宏伟接回了妻子后,邵文玉还是经常来串门。 谢小燕发现丈夫竟然能容忍他了。 他着实心里欢喜了一阵子。 一个姐妹,听说他的事后提醒他。 男人突然能够容忍你,忍让你了,绝对有问题,多处是做了亏心事。 以前两人吵架,孟宏伟从来没去娘家接过谢小燕。 而且谢小燕还观察到孟宏伟与邵文玉的眼神相遇时,总是显得很不自然。 谢小燕怀疑他们两个之间有事。 可询问只是引起激烈的家庭战争,没得到什么好结果。 他决定验证自己的想法。 2002年12月初,谢小燕假装无意间向一个姐妹说, 父亲患了重感冒,要他过去照顾几天。 在一旁理货的邵文玉听后,暗中一握拳头,感到机会来了。 谢小燕回娘家第二天下午,邵文玉便打电话给孟宏伟, 让他在十四时回家等他,孟宏伟当即回绝。 邵文玉用生硬的口气威胁道。 你敢不听话,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你老婆,说你勾引我,看他相信谁。 孟宏伟终于妥协了。 邵文玉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,期盼着和情郎约会一样, 特意回家换了一件白地带牡丹花的紧身短袖上衣, 喷上香水,外照一件貂皮大衣, 远远站在孟宏伟回家的必经之路上。 孟宏伟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邵文玉的视线里, 他跟在后面兴奋地往家走, 看看左右没人, 飞快地跑上三楼, 推开孟宏伟的家门, 一把抱起孟宏伟, 两人走进了卧室。 躲在街道对面胡同口的谢小燕,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 就在邵文玉、孟宏伟赤条条纠缠在一起的时候, 房门被悄悄打开了。 谢小燕举着相机, 偷偷来到卧室门口, 看到了让他眩晕。 谢小燕咬着嘴唇, 看着丈夫和他的妹妹偷欢。 那个曾经给他幸福的胸脯, 竟然被别的女人占领。 这种旗齿大辱, 让谢小燕浑身颤抖, 他恨不得杀了他们两人, 但他想, 那样太便宜他俩了。 谢小燕按吸了口气, 举起相机, 按下了快门。 孟宏伟听见声音, 急忙回过头, 看到谢小燕面色惨白, 瞪着血红的眼睛, 看着他, 他赶紧找衣服。 谢小燕的动作出奇的快, 一把抓过孟宏伟和邵文玉的衣服, 等邵文玉看到谢小燕站在门口, 怒视着他时, 顿时羞愧难当, 拿起一条枕金物在胸前。 孟宏伟一跳下床, 向谢小燕要衣服, 谢小燕后退一步。 不是羞耻的东西, 再过来我就喊人了。 孟宏伟瘫软在地, 完了, 这下全完了。 谢小燕冲到邵文玉面前, 揪住邵文玉的头发, 一把掌扇了过去。 臭婊子, 欺负到老娘头上来了,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 谢小燕在发泄完了以后, 扯去邵文玉舞在胸前的枕巾, 举起照相机。 我要把你苗条的身段攀下来, 给你做免费的广告, 你的生意一定不错, 我相信那些男人一定会为你发疯的。 邵文玉听后, 吓得赶紧跪在床上。 姐, 姐姐, 冰球扰了我吧, 我再也不敢了。 谢小燕上前又是一巴掌, 不要脸的贱货, 这次还没完呢, 还想着瞎死, 你是盘金莲脱上的吧, 看你是风流成性。 邵文玉苦苦哀求。 姐姐, 你饶了我吧,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 谢小燕眯封着眼睛。 这可是你说的, 到时候我可别反悔。 邵文玉见谢小燕的态度有了缓和, 赶紧点头。 是, 是我说的,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, 能让我先把衣服穿上了吧? 谢小燕捡起邵文玉的衣服。 这只衣服, 就送给我吧, 我给你找件我的衣服。 谢小燕拿起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扔到床上, 邵文玉赶紧穿上了, 低着头坐在床上, 谢小燕满脸带笑地坐到邵文玉的身边, 轻轻把邵文玉嘴角的血迹擦去。 姐姐, 我错了, 你能原谅我吗? 谢小燕又把邵文玉衣领上的扣子扣好。 哎呀, 姐姐我刚才实在是气坏了, 不该这样用力打你, 你别生姐姐的气啊。 邵文玉的眼泪涌了出来, 谢小燕为他试去泪水。 年轻嘛, 都有犯错误的时候, 改了就好, 以后我俩还是好姐妹。 邵文玉哽咽着, 捂住红肿的脸一阵痛哭之后, 抬起头来说。 我出钱给你补偿, 你收个数吧。 谢小燕拉起邵文玉的手。 傻妹妹, 钱能买来咱们俩的感情吗? 邵文玉疑惑地看着谢小燕试探着温。 姐姐, 你真的肯原谅我了? 姐姐说话从没反悔过, 不但原谅你, 还会被你保守秘密, 我方式。 邵文玉扑通一声跪倒在谢小燕的脚下。 先生今世, 我不会忘了姐姐的答案。 谢小燕连忙拉起邵文玉。 好了, 洗洗脸回家吧。 看着邵文玉离去的背影, 谢小燕举起相机和邵文玉的上衣咬着牙挤出一句话。 臭婊子, 让我原谅你, 没那么容易, 我要让你这辈子都过不好。 邵文玉回到家里, 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个月, 一直风平朗静, 她渐渐放宽了心, 再不去谢小燕家串门了。 到时谢小燕经常来邵文玉家里坐坐, 见谢小燕不提旧事, 邵文玉对她万分感激。 2003年1月中旬, 谢小燕来到邵文玉家, 妹妹, 我真不好意思向你张嘴, 我爸住院了, 你借我五千块钱应急, 可以吗? 过几天我就还给你。 邵文玉想都没想, 就取来钱交给谢小燕。 谢小燕掩饰着心里的仇恨, 为了更大的阴谋, 她装作很认真地拿出纸来, 却不落笔。 妹妹, 我给你写一个字去。 邵文玉赶紧摆手。 好姐妹, 不用那个。 谢小燕咬牙走出去暗想。 好姐妹,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 半个月后, 谢小燕满脸愁晕地来到邵文玉的面前。 妹妹, 我弟弟要结婚, 向我借钱装修房子, 可我的钱都给爸爸看病用了, 丑死我了。 邵文玉问他, 嗯, 你弟弟向你借多少? 哎, 要八千块。 邵文玉一直感激谢小燕的宽容, 不然他哪还有脸见人呢, 这样好的姐姐有难处, 还有恩于他, 他能不帮忙吗? 邵文玉一咬牙, 我借你。 谢小燕心中窃喜, 但连连摆手。 哎呀, 不行啊, 上次借的钱我还没还呢。 我俩是姐妹, 姐姐有了难处, 妹妹不帮, 谁帮啊? 难道让人看笑话不成, 等你有了再还我。 2003年5月初, 谢小燕又找到正在清点货物的邵文玉。 哎呀, 妹妹, 我手头没钱上货了, 你看能不能帮姐一把, 借姐姐一万块钱。 邵文玉说实在没钱了, 谢小燕详细地说出了邵文玉几天来的交易情况。 嗨, 我知道你手里有钱。 邵文玉摸着口袋里的一万两千块钱, 吃惊地问, 你,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? 谢小燕当即表明, 不借钱就把那件事说出去。 邵文玉想到丈夫不会原谅他, 女儿会看不起的, 只好从货款里拿出一万元交给了谢小燕。 此后, 只要谢小燕看到邵文玉有货卖出, 就向邵文玉借钱。 邵文玉统计了一下, 谢小燕已经借走了他近八万多元。 2003年6月, 邵文玉找到谢小燕要做一个了断, 问谢小燕要多少钱才能不再纠缠他。 谢小燕一听来了精神, 你先给我写一份认罪书, 看你认错的态度, 我再给你答复。 一天后, 邵文玉把认罪书递给谢小燕, 谢小燕满意地笑了起来, 哎呀, 我不想一次向你要几十万, 那样你也拿不出, 每年你给我四万就行了, 十年后了事。 邵文玉后退了五六步, 啊, 那么多呀, 以前别的钱算不算数啊? 谢小燕善笑着白手, 那是利息, 从下次开始计算, 我会每次都在认罪书上记账的。 邵文玉明知谢小燕要的太多, 但还是有了盘头, 她开始还债。 直到2004年1月, 谢小燕从邵文玉手里, 一共拿走十六点五万元, 邵文玉没钱上货, 谢小燕借钱给她, 要算利息。 我怕你跑了, 用你的床位做底呀, 给我写个字去吧。 邵文玉借钱上货, 她后悔的一个人时, 用头撞墙, 家人面前, 她只好撒谎说, 赔本没有收入。 邵文玉不想再履行诺言了, 她要远离谢小燕, 邵文玉已离家远, 没人接送女儿, 以及父母年纪大需要照顾, 搬过去就不用两头跑, 这样辛苦为由, 说服了丈夫, 她悄悄去房屋中介登记, 准备卖掉房子。 2004年10月16日, 谢小燕见到摊位上呆呆发愣的邵文玉, 哎, 你想逃啊, 你的债还没婚清呢, 邵文玉一改往日的懦弱大声道, 我已经不欠你什么了。 谢小燕惊呆了, 过了一会儿她冷笑道, 你不按合同办事, 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 从此, 一起卖货的人, 开始用怪异的眼光看烧文玉。 哎呦, 原来她这样风骚啊, 以前可没发现。 街放四邻, 也开始讨论邵文玉的丑事。 邵文玉的丈夫魏平, 痛打了她一顿之后, 与她离婚, 孩子归邵文玉抚养。 2004年11月中旬, 邵文玉把商场里的摊位低价出退, 带着七岁的女儿到郊区租了房子。 2005年1月8日, 打工回来的邵文玉刚到家门口, 就看到谢小燕在等她。 谢小燕抚摸着她的貂皮大衣。 哼, 你搬到这里住, 大家对你还不了解, 用不用, 我再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一诗。 邵文玉浑身发抖。 你, 你又怎么样才能放过我? 谢小燕吹着自己的手指甲。 你看我这身衣服挺好吧, 就是鞋差了点, 你拿五千块, 让我换一双好点的鞋, 我知道, 你丈夫给女儿留了一大笔抚养费在你手里, 她还小, 暂时用不上。 这时, 邵文玉的女儿为倩倩回来了。 谢小燕抚摸着为倩倩的头对邵文玉说, 你要好好保护她, 受到伤害会影响得一生的。 邵文玉又气又恨, 但只能听着谢小燕的奚落, 看着谢小燕得一洋洋的拿走了五千块, 邵文玉立刻收拾东西赶紧搬家。 2006年11月14日, 谢小燕再次找到邵文玉的新出租房, 说最近手头紧了, 让邵文玉在两天之内给她准备三千块。 邵文玉跪下恳求, 大姐, 大姐, 我已经没钱了。 谢小燕扶起邵文玉, 哎呀, 你可以出去借吗? 邵文玉的眼睛里简直要喷火了。 谢小燕装作很胆怯的样子说, 哎呦, 我好怕哟, 但我知道你不敢把我怎么样, 因为你的女儿还小, 需要你照顾。 随后她瞪起眼睛, 明天我来取我的钱。 第二天, 邵文玉去亲属家借来了钱给了谢小燕。 邵文玉已经换了七次住处, 都被谢小燕找到了。 谢小燕警告邵文玉, 哎, 你再敢躲着我, 我就让你女儿知道一切, 我提出的要求你必须无条件接受。 2007年7月3日, 谢小燕把邵文玉手里仅有的240元拿走后表示, 这件事结束了。 邵文玉兴奋地给谢小燕跪下, 谢谢你。 邵文玉用感激的泪水深情地送走了谢小燕, 之后, 邵文玉高兴地在屋里一边跳一边挥着手, 大喊, 我终于熬出头了, 解放了。 2007年7月18日, 邵文玉打工的车间里, 工人们传递着一件女尸上衣, 邵文玉认出那是他当初偷情被抓那天穿的衣服, 他羞愧地低下头, 脸上一阵一阵地发烫, 他恨不得有个低风钻进去, 就连锤子打在手指上, 他都没有感觉到痛。 邵文玉听到南宫友们轻浮的话, 哎, 老刘, 你四十多岁了还没碰过女人吗? 你运起来了, 你看这个, 是免费的, 哈哈哈哈。 邵文玉眼前一黑, 仿佛滑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, 那笑声产生的巨大压力, 撞击着他的耳膜, 他的头像炸裂开一般, 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, 无法呼吸, 无数双有力的大手把他枪下不断地推送着, 他闭着眼睛张大嘴喘着气昏倒在工作台上, 之后, 邵文玉辞去工作, 来到离家很远的住宿厂打工, 每天晚上, 邵文玉躺在床上都不敢闭眼睛, 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许多人对他吐口水指他大骂, 不要脸, 下见, 他担心这事儿从有一天会传到女儿的耳朵里, 2007年7月25日, 邵文玉拿出合同呆呆看了许久, 我要重新做人, 他把女儿送到娘家后, 向辽宁华语律师事务所走去, 并向律师说出了一切, 邵文玉在律师的陪同下, 来到谢小燕的家里, 邵文玉挺着了腰杆, 我已经为自己当初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 我希望从今以后, 你能给我正常的生活, 请你把你手里的证据还给我, 谢小燕大声喊道, 你就不怕, 我把你的丑事告诉你女儿, 邵文玉勇敢地向前走了一步, 以前我怕, 但现在我不怕了, 即使你不告诉她, 将来我要告诉她发生的一切, 我相信我都坦诚和忠心悔过, 能得到女儿原谅的, 但只要我起诉, 这个记着你敲诈我27元的悔过书, 就会把你送进监狱。 在犹豫良久之后, 谢小燕交出了全部证据, 邵文玉眼里含着泪水, 颤抖着结果照片和认罪书, 邵文玉当即烧掉束缚多年的证据, 也烧掉了自己耻辱的过去, 她要清白地生活, 也让女儿过上平静的生活。 好,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排行故事。